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文歌曲的部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 是近期又在《非常火红回来》的 其实这首歌是有一点年代的 至少在我时代来说 算是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听过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日文歌曲 可能大家第一首学过的日文歌 就是这首歌 就是雨朵天光的《First Love》 因为近期是有初恋的这部电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的这首歌 就在重新的红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初恋》《First Love》这首歌的歌词部分啦 好的那又没有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特曼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要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按下去 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叮咚 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我们讲起这一首《First Love》 初恋这首歌呢 不免熟的当然它的歌词是和爱情初恋有关的一些行业歌词在里面 然后副歌呢也会有一大部分的英文歌词是占据在内的 所以英文的部分呢 稍微会解释过 但是不会过多的跟大家去探讨它的意思 大家明白英文的都会知道它在说些什么 所以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日文的部分嘛 到底它在说一些什么 我们来马上看一下第一句的歌词 最後のkissはタバコのflavorがした 那最後のkiss 这个可能是已经是初恋的遗憾这样子 所以最后的这个接吻 最后的这个吻 有怎样的一个味道 这边的flavor 是英文啦 它就是口味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去吃甜点蛋糕 你要什么口味 就是有这个flavor 就是什么口味 所以他就说最后的这个吻呢 是有タバコのflavorがした 就是有这个男性抽烟的那个味道 那个烟味这样子 它的这个口味这样子 タバコのflavorがした 何々匂いがする 就是有什么味道 它没有特别的意思 它只是在味道的时候 加这个がする的话 就是一种有什么味道 闻到什么味道这样子 然后它就形容这个烟味 有什么样 苦くてしつない香り 苦くて它其实是鉄系的用法 苦くて苦い 就是苦液 烟味嘛 大家知道就是 闻的就是苦的味道 我是不抽烟 但是我知道那种 就是烟的那种苦味 然后呢しつない就是难受 这边しつない 它有一个切的汉字 就是难受 难以忍受困难的一种说法 所以にがくてしつない香り 就是苦到让人家难受的香味 这就是它形容这个最后的 他们最后的那个吻 有这样子的一个焉味 又苦涩又难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明天の今頃には 明天的现在这个时候 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ろう 誰を思っているんだろう 所以后面有这个 だろうだろう 就是パ パ 是它自己一种猜想 就是怀疑说 你现在是做什么事情的吧 现在应该这样的吧 那个叫だろう だろう 这样子 所以明天的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呢就是 在什么地方 吧 这样子 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ろう 你会在什么地方吧 会在想谁吧 誰を思っているんだろう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大家明白吗 你会正在想着谁 现在你在什么地方 那接下来就是副歌的部分 那副歌呢大家都会非常熟悉 都是朗朗上口的 都是朗朗上口的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这英文呢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永远都是我的爱 这样子 いつか誰かとまた恋に落ちても いつか就是不管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誰かと跟谁 跟有一个人这样子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会跟谁 这个またまた就是又再一次的意思 又再怎么样 醉入爱河的意思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惯用语啦 恋に落ちる 就掉下这个恋爱的 醉入爱河的意思 所以 恋に落ちても 就是就算 你不知道在什么的时候 又再和谁 醉入爱河这样子 然后他接下来就一样是用英文的方式 I will remember to love 这样子我 就是会记得去爱这样子 然后呢 You taught me how 就是你曾经教过我怎么样 这个taught是过去世啦 就是你曾经教会我 就是可能 怎样子去爱人这样子 虽然这个是有一点颠倒的这种文法啦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 You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你永远是唯一的这样子 所以 今はまだ悲しいlove song 新歌歌えるまで 什么意思呢 今はまだ 就是现在至今 就是 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悲情的爱情歌 love song 然后呢 新歌这样子 现在未 还未完成什么 歌えるまで 就是直到你会唱为止 现在呢 就是 至今还不会唱嘛 所以呢 就是まだ 悲しいlove song 新歌歌えるまで 直到你会唱这一首 悲伤的爱情歌曲 新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个呢就是 他会回忆初恋的时候 曾经教过啊 什么事情啊 就是失去的 初恋的遗憾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呢就是初恋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 立ち止まる時間が 動き出そうとしている 那这个呢 立ち止まる是怎么样 就是 停下 停止 所以说停下的这个时间呢 立ち止まる時間が 動き出そうとしている 就是呢 这个としている 就是 又再要动起来的意思 動き出そう 就是想要开始動起来 又要开始动起来 停下来的时间 又要开始继续往 他的时间 往前面走去 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忘れたくないことばかり 就是呢 因为 初恋是过去的事情嘛 所以呢 很想把时间 停在那个时候 有美好回忆 可是 时间就是好像要开始走了 但是呢 忘れたくない 就是不想要忘记的事情 很多 这样子 我并不想忘记 以前发生过的美好 这样子 忘れたくないことばかり ばかり 就是很多的意思啦 好 竟是不想忘记的那些事情 那些美好 这样子 那接下来一样的 明天的这个时候呢 我一定是哭的 一定是正在哭的 这样子 可能回想了一些什么时候 会哭 然后呢 想着你 想着你 我应该会想着你 一边哭一边想着你吧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好 明天这个时候呢 我一定是哭 然后一边想着你 这个就比较属于好懂的歌词啦 因为它和上一段的歌词 其实是大同小异 它只是改变了那个内容而已 那接下来一样是副歌的部分 副歌呢 它的这个英文稍微有点不一样 You will always be inside my heart 你呢 会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它初恋呢 一直会在 就是在它的心底里面 一直もあなただけの場所があるから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直も就是 一直都会这样永远的呢 あなただけの場所があるから 一直都会有那个地方 一直都会有那个地方 所以呢 I hope that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 too 所以 我 你是会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会有一个地方 是保存你 只有你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呢 我也会在你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它就说 I hope that 我希望呢 我也有一个地方 在你的心里面 这样子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 too 这样子 然后呢 Now and forever You are still the one 就是不管是过去 还是现在 还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你还是我的唯一这样子 Now and forever You are still the one 这样子 那一样的 它的歌词一样是 今はまだ悲しい love song 新歌歌えるまで 也就代表它要表达这个 first love 就是对于 失去初恋的 然后呢 一些感情 悲伤的抒发 它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听起来就是很悲伤啦 所以它会一直说 就是直到会唱这一首 悲伤的歌为止 这样子 以作为这个 这个歌词的尾段 这样子 所以大家明白吗 那这首歌其实 它不难 也是很容易上手的 因为它的歌词呢 不会有太多的 这个词句 想要去深思的 它就是很 单纯的表面想要表达 就是初恋的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哈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首 雨朵天光的 first love 歌词分享啦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教学内容 比较轻松的方式 就透过呢 大家所熟悉的这些歌曲呢 就是知道 要怎么去用 怎么去理解它的句子的意思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呢 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 的话不要忘记 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它们频道的话呢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 第一个时间呢 收到他妈最心动它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 宝塚様でした 拜拜 拜拜 别忘了 就是 就算被嫌弃 被丢弃 也无所谓 这个当然就是 他也是在说说 就是 爱情之间这样子 人生呢 就只有一次 就算是被嫌弃了 被丢弃了 也无所谓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他这个就是算是很卑微的一个说法 所以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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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